螃蟹忘记来临死蟹到底能不能吃 我们判断螃蟹死后会不会有食用风险 主要看两点 第一点就是看它的觉罗总数是否迅速升高 以及是否含有致病菌 第二点就是看螃蟹死后体内 会不会产生像祖胺、湿胺、腐胺等有害的生物胺类物质 虽然在死后5小时内的大闸蟹 检测出生物胺类物质 但不足以导致中毒 大闸蟹死后不能使用的原因 主要是源于体内的微生物 快速繁殖导致的菊落术超标 这样的微生物菊落超标的大闸蟹 用家庭的烹饪方式 是无法完全消灭其中的微生物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耐热菌和产生牙包的细菌 需要运用高压灭菌锅 在121度下连续灭杀超过30分钟以上 才可以将其中的微生物完全杀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